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北约亚太化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关系 我们谈谈这些话题 那么今天北约峰会当然就比较特别 一个特别就是在欧洲发生了俄乌冲突 再一个特别是什么呢 这次北约峰会会邀请很多亚太国家过去 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会邀请日本首相和韩国新任总统尹熙岳去 所以就存在一个可能性叫北约亚太化 这牵涉到咱们中国了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的媒体学者都挺关心的 所以我们要谈谈北约峰会亚太化 还要看看跟美国现在已经推行了印太战略的关系 那么中国其实表态过北约峰原则上我们是不同意的 对吧 那么现在一个新动向 就是北约在俄乌冲突以后 不仅没有停止通过还北上了 北约要把芬兰瑞典包括进来 北约还是扩大 那么你光是在欧洲扩大来问题不大 现在一个最新动向就是北约全球化 尤其是北约要亚太化 这个呢就是一个是表现 北约好多国家就派部队 特别是海军到日本到南海进行演习 就参与这里的一些军事活动 还有环太军演 美国也邀请了不少的欧洲国家来 所以就是北约呢 其实这几年已经有一个情况在全球化 其中包括亚太化 但是如果这个像一些媒体预测量 韩国日本的领导人正式的参加北约峰会 那么就确实有一个危险 北约亚太化 北约亚太化就到中国身边了嘛 这是我们需要防范的 应该讲北约亚太化的核心呢 实际上是把美国在亚太的三个关键盟友 纳入北约地席 最终如果实现的话 应该是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如果再拉就是一个新加 新西兰 不会再加别的国家了 他们呢有点需要 如果能加入北约 他觉得在心理上 他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做护盾嘛 那北约呢 如果能把这个势力扩到那个亚太啊 北约的功能就扩大了 他们认为是双赢 知道吧 至于说别的国家 我觉得这个作用是很有限的 目前这个加勒北约对他们来讲啊 虚的东西多 实的东西少 就真大仗啊 北约那帮哈佛狗 那帮浪国家 不可能过来帮忙的吧 对不对 就是拉喊 按这边打架 他真的 打了好打了好加油 起这么个作用 很搞笑的 北约亚太化 它是一个过程 它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 因为北约它内部有很多条款 如果修改条款 是吧 让北约的防 这个功能啊 这个到亚太 这个里面还有要走一些手续啊 另外 我觉得亚太这些国家 现在可能 在功能上 就是在具体的议题上 跟北约展开合作 问题不大 真的要结构性的啊 成为北约成员国 我估计也挺困难的 对北约亚太化 我们要重视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个过程 这个 它也不会马上就出现 所以这个 现在我们更关注的呢 这个 除了北约亚太化 还是这个美国 这个印太战略 可以很肯定的讲吧 从特朗普开始 到现在的拜登 美国一个总的战略趋势 就是把全球战略中心 从那个欧洲移到我们亚洲 这个 然后它的体现就是 做好做实印太战略 虽然 这个今年 在欧洲发生了俄乌冲突啊 但是呢 好像没有变 俄乌冲突是牵测了 美国一部分的精力和资源啊 但是我看它那个全球战略没有变 所以印太战略的第一特点啊 就是把印太地区啊 跟中国有关的印太地区 树立为全球战略重点 这是第一个特点 具体的内涵呢 首先还是军事的 就是加强这个地方的美国军事存在 第二呢 就是加强盟友关系 这个方面它那个劲儿是比较大的 那个 包括原来的双边盟友 是吧 都在用啊 就美韩啊 美日啊 这个美澳啊 美新啊 是吧 这些那个原有的盟友啊 它它它它要加强 另外呢 就充分 就搞一些新的盟友体系 比如说AUKUS 是吧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三边安全对话机制 另外搞CORD是吧 四方机制 美国 印度 日本 澳大利亚啊 四方对话 四方机制 G7 就是西方七国集团是不是 每年先投开会 都要谈中国嘛 所以G7也被当成了工具 那五眼国家是不用说了 是吧 所以现在 这个这个就是 充分的啊 搞这个盟友体系 对付中国 这是第二 然后就是经济 经济是什么呢 就是重组产业链 这个于是呢 现在就有了 5月23号下午吧 美国总统 拜登在日本东京 是吧 正式提出来了 印太经济框架 那个一个总思路 就是把这个产业链 从中国迁走啊 中低端到那个 东盟十国和印度啊 中高端到那个 日本韩国和我们台湾省 就是把产业链跟我们切割啊 所以军事 加强美国自己的存在 然后政治 调动盟友关系啊 然后就是产业链重组啊 还有一个呢 印太战略的核心 还是争取这个伙伴 这个这里面主要是 东盟十国家 印度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牌 现在开始着重提出来了 强调就是美国这个 制度啊 是自由主义制度 美国的这个规则 是自由主义规则啊 那么民主国家 是里面的主力啊 所以大概就是印太战略的 人在白宫啊招待了那个东盟的八国领袖嘛 东盟十国 还有两个国家没去对吧 缅甸军政府他没邀请 然后那个菲律宾 因为新旧政府交接啊 新老总统都没去啊 八个领袖去了 但是去完以后呢 我看这些国家领袖都有点失望 是吧 那个因为美国承诺的投资就1.5个亿吧 1.5亿 这不搞笑吗 这个对吧 因为东盟现在 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为主 但东盟现在的经济总量吧 也差不多三万亿美元了 是吧 东盟人口是6.5个亿啊 东盟这样人口是印度的一半 可是他的这个GDP跟印度比率还高一点 东盟十国加起来比印度率还高一点 知道吧 所以怎么说呢 虽然你看他他他使劲拉那个东盟 但是好像他真拿不出真金白银 这是一个美国东盟峰会 他没实会 晚一点 5月23号他提的这个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啊 也没有真金白银 就是把美国的一系列标准啊 贸易环保反腐啊 这个产业链这些标准呢 强加给别人 但是实会没有 是不是 这个 很有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现在美国的主观上 是特别重视这个中国 由此就就开始调整战略嘛 就有了印太战略啊 乍一天的印太战略内容还挺充实的 包括军事啊 同盟啊 伙伴啊 产业链啊 价值观啊 那你仔细一扣吧 都挺空的 就拿不出真金白银 知道吧 那么从中国角度来讲呢 我看中国政府的印太战略 总体来讲是比较否定的 对吧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地方 搞这个东西没必要 对吧 我们亚太地区啊 我们亚太地区啊 相对来讲啊 是属于全球经济当中一个亮点吧 那这几年啊 中国东盟 印度增长速度都是比较快的 对吧 就全球经济来讲 这个板块是 是亮点往上走的 大家呢 那个老百姓呢 思路都是 还是想发展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实际上经济势头不错呀 结果美国到这里来呢 开始拉帮结派 人为的制造分裂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它这个出发点不对 出发点对付中国就不对 然后做法是拉帮结派 也不对 对吧 然后也不符合经济规律 现在的这个产业链分布 是市场决定的呀 你现在要人为的干扰它 那你是违反市场规律的 对不对 所以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就是美国大概是 决心要搞印太战略 然后里面有好多好多资助 其中有个资助就是这个 盟友体系 那么最新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把这个北约啊 就是它最大的盟友体系 扩展到我们亚太来 所以当然值得我们警惕了 这个印太战略啊 它的动机 它的做法都有些负面作用 当然中国要批评了 但另一个方面呢 从截止到目前看啊 它好像真的资源投入是很少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它这个印太战略啊 设想很好 但是它这个执行力啊 落实力好像前景不是很妙 实际上这里面有个悖论啊 就是美国呢 越来越担心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发展啊 然后要制止 但是其实又越来越力不从心 是吧 力不从心 它就开始借盟友嘛 你想一个人呢 真正实力很强 是吧 独步天下 它其实不是那么依赖盟友的 现在美国越来越依赖盟友 对吧 这个里面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这个中国我觉得面对美国这一系列 那个稍操作吧 我觉得我们要重视 但是不要紧张 对吧 还是发展自己好好发展自己 我看啊 美国这些动作啊 真正那个 这个得到支持也是极少数国家 我的直觉就是欧洲国家不会来的 虽然它现在想设计啊 北约亚太化 但我觉得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不会来 是吧 一个它是被那个俄罗斯牵制累得够呛 这个它到中国这里来 它有什么好处啊 是不是 所以我的直觉就是亚太 就北约亚太化啊 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因为它实际上很难真的从欧洲那边得到帮助 知道吧 反倒是激化了这个气氛 这就是一个基本情况 美国真的把我们当对手 但是它又没有信心 于是拉帮结派 拉帮结派呢 我看啊 效果不好 因为它很多朋友真是没有实力了 知道吧 知道吧 解派那个战壕打架 你下面弄一弄完哈巴果 有什么用啊 是不是 那个 所以那个 我总感觉这样 对北约亚太化要警惕 对美国搞印太战略要警惕 但是不要紧张 一个我们自己好好发展 一个还是广交朋友 我看多数亚太国家并没有跟他走 你比如说美国东盟峰会 我看东盟国家都是表态中立 不站队 包括越南总理明确讲了不站队 印度实际上也是不站队的 你看这一次 五亚十四号 四方机制不是在东京开会 后来不是出了声明 没点名了 俄罗斯没点 是印度给他挡住了 中国也没点名了 对不对 他暗示了 他没有点名了 所以我都直觉什么呢 美国是在下功夫 搞印太战略的拉人 但是好像出了几个核心盟友吧 还真没有什么效果 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想参与 这个东盟啊 南亚国家实际上也是想中立 对不对 所以一个总感觉吧 美国这些动作呢 好像调子比这个实际动作要高 是吧 那个我们呢 所以就不要自乱阵脚吧 还是好好发展自己 另外呢 广交友就行了 首先还是发展自己啊 是吧 你自己内部经济非常的好 整个态势往上走 你就有魅力嘛 这应该是我们的立身质本吧 搞好自己 然后广交朋友 这是应对这个美国一系列挑衅的 我觉得根本的答案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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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